它让建筑成为都市经历的红吸管 让我们看到城市生命力的喷勃和流动 这是一位大学教授对扎哈哈迪德的评语 在我看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银河SOHO 它一种独特的造型 居立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土地上 很久以前我就看到过一条 关于银河SOHO拍照机位的分享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够纯行 不过终于在10年代的最后几天 我决定去这个期待营养的地方 一看究竟 长安门SOHO本身没有迎合SOHO那般光彩照人 但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你仿佛成为了一名未来博物馆的游客 和这里来来往往参观者一起欣赏这远比电影来的震撼的画面 和我的想象不同 这里每个人都非常安静 仿佛在以第三者的角度 静谧地审视着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拍完出来已经9点30分了 发现银河SOHO已经关了灯 但之前我们的攻略上说 在长安门SOHO的六层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位 我们过的时候非常惊讶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可以很自由地摆一些极奇怪怪的造型 那天我们恰好还带了灯光 于是我们还试了一下光会 这是我们的成果 银河SOHO有ABCD四座楼 在最中间有一个网红的广告牌 如果你足够勇敢 你完全可以坐在上面 任凭风从而兵吹过 一直需静静地在那边欣赏 建筑大师勾勒出来的完美曲线 以及外星球般的环撞灯光 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眼前的风景好似 你在无意中打开了音乐播放器 你的朋友们马上就错过来问 窝操这是什么歌叫什么名字 在这里唯一的机位就是这个广告牌 因为这个广告牌又高又晃 所以坐在上面需要你比较放松 但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 在这里你可以尝试不同的焦段 尝试不同的角度 当然首先推荐的是广角镜头 这是我们的成果 最后一个地点在银河SOHO正南面的小牌坊胡同 如果你在小牌坊胡同视角下欣赏银河SOHO 会感觉仿佛有两代人正在对话 那里有高级的公仔正在嘈杂中激烈讨论 这里只有偶尔从门窗里传来几声老人的枝言片语 远处是未来而富有科技感的蓝白 近处却谨慎古朴且带有年代感的棕黄 积满灰尘的小汽车人停在原地 郁葱葱小植被大了一圈 很好奇下一年的这里又会是什么模样 小牌坊胡同因为本身比较吵杂 而且因为灯光原因 当你去拍照的时候可能要多花一些心思 去思考在哪里拍照 去怎么样构图选择怎么样的焦段 因为银河SOHO它9点30就关灯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这边拍照 也没有成就一张富有冲突表现力的照片 但我们相信如果去参加摄影比赛的话 以上三个机位 能得奖呢也就这个机位了 总结一下 在朝门SOHO的六层 这个比较未来比较科技感的地方 视野比较开阔 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拍出一张不错的照片 在这里提示一下 我们可以利用地板的反光 在银河SOHO中心的广告牌 可以尝试一些低角度的镜头 拍张照片最难的一点就是爬上这个广告牌 要注意安全 小牌坊胡同 只有一颗拍出好照片的灵魂 但是难点在于 你如何把这颗灵魂展现出来 我们的建议就是多拍几张 拍很多个角度 我们拍照三千只取一张发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当你遇到一处美景的时候 会为了那一瞬间的光彩照人 而忘记一时的寒冷 但在拍完之后 身体上的各个部分 仿佛就会在一瞬间被寒冷走分时 我们在拍完之后 立刻赶去吃了一碗热腾腾的兰州拉面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美妙 这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为了拍这个视频我都感冒了 到现在嗓子还是哑的 如果小伙伴们有一些有趣的地方 欢迎留言私信告诉我们 我们非常乐意去探索 大家有一些其他建议也欢迎告诉我们 记得一键三连 拜拜 开了 发现一个SOHO已经关门了 周围居然一个有客 来摄影师说 摄影师说 来摄影师说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